你做过自己的创业 其实在就你自己创业来讲 过去的方式和今天的方式 也发生了个本质变化 如果说以前的生意 跟现在的生意来说 我觉得以前的话 叫做品牌化来运作 我觉得现在的生意的话 就是生意 就比如说 您这边有十块钱的东西 那么今天我能够挣你十块钱 我觉得这就是对自己的 能讲一个具体案例吗 就像我在去年的时候 我就通过一颗米猴糖 我给一个企业 两个月多周围的时间 我就给他们做了 三千多万的一个产值 第一个的话 我做的是一个社区网红的计划 这社区网红的计划的话 我的目标人群的话 是三个人群 第一个人群的话 我这边是找的是 社区区域的大爷 还有跳舞广传舞的那个阿姨 我通过他们的话 然后来服务 就是他个人的一个 2.5公里之内的一个商圈 然后来覆盖了 130万人的一个用户 我是在9月的时间 2018年9月份 然后一直到 2019年的4月份左右 然后我通过 14位的一个工作人员 然后覆盖了 130万的一个用户 然后服务了 400余的一个商家 然后我们这边的话 平的话只有3100个 然后做到了 8700万的一个产值 先让他解释一下 8700万的收入构成 行不行 我们这边的话 不是卖瓶也不是卖米猴糖 这边的话是我们去服务这些商家 我问一下 8700万是你搭建了这个平台 商家把货上去了以后 卖的交易流水是吗 不仅仅是这样 我们这边的话 那个广告评的那个 广告费用这块的话 大约占了30%左右 然后我们的平台 这块的一个销售的话 大约占了70%左右 还有一个什么收入 还有一个的话就是广告吃饭嘛 我还是对你的这个收入有点质疑 你刚才8700万的收入 你只给我们说了说 广告评的收入占30% 剩下70%是来自平台卖货的这个 所有交易平台的这个收入流水 那咱们就说那30%的大平收入 它的是多少块瓶 多少个客单价 以多少个合约怎么成交的 他们的这个瓶的话 是3100块我刚说了嘛 然后它这边覆盖的话 是大约130万左右的一个用户 我们服务的商家的话 有几百交不仅仅是一交 你服务了几百 多少个商家和3100块瓶之间的 这个逻辑联系 没有什么冲突 你多少件商家说的是大瓶钱 大瓶就有3100块 然后呢这3100块 你的30%的收入到底是多少 怎么来的 我就是无解 还是有点乱了 他们的问题乱了 然后我整个人也乱了 你这30%的时候 8700万里面的30% 大概2800万左右的这个钱 这个钱是只有大瓶的费 没有置换的费对吧 对 还是这个里面含置换 含不含置换 这里面的话不含置换 2800万纯买瓶买广告费用的钱 对吧 电池广告的钱 对对对 然后另外你那6000多万的钱 6000万的钱是来自于 你线上平台卖水果 大瓶里面打广告 产生的交易额 在你那个小程序上交易的是吗 对 你这个小程序开发了多久 小程序开发了有一个半月 外包的还是自己做的 外包的 外包做一个半月的小程序 上面有多少个bug 能交易6000万的交易额 你花了多少钱做的 花了17万左右吧应该是 我记不 到具体我记不住了 17万左右 但是你一个17万 打包出来的一个小程序 上面走6000万的交易额 多长时间 9个多月快10个月 走6000万的交易额里面 你毛利运达38%吗 整个流水是他们那边 提供出来的吗 我也看了这个财货报名 所以他提供出来 这个数据真假 你不知道还是这个钱 从你公司过过一遍 那时候我没有公司 那你服务这个公司 规模原来有多大 他们原来不大 十几个人 他只有十几个人 通过你一场策划 给他做了8700万的交易额 对 周期是多长 就9个月 9个月的时间里面 而且达到38%的毛利 对 我有点不可思议 挺好的 你理解创业 跟这个职场是两件事 对不对 所以你原来在职场的工作经验 是一个8000家 和一个4000家的 这样的一个收益 收入 现在你要一个18000的底薪 然后中间这个过程是什么 因为的话 我在这个过程当中 这三四年的过程当中 虽然说我没有上班 然后也没有说 像有一个 有一个稳定的一个薪资标准 但是我在给其他企业在做一些服务的时候 所创造的这些营收收入的话 是还是比较可观的 就像在年底的时候 就去年年底 我就给别人做了一个酒类的一个策划案 三个月的时间 他们做了800多万 是 三个月的时间 你依然没有说清楚 你依靠什么能够为你未来的企业 不管是我们还是大灵活哪家 去创造每个月价值18000的这样的工资的这样的能力 因为你现在我听见两个能力 第一个能力是你有资源 过去有好多客户 第二是你有能力为他们创造 那现在我的问题是说 第一你资源能不能带过来 能不能带过来 第二个问题是 你的经验能不能平移 我的经验是能够平移的 一定程度上能够平移的 但是我到了这个企业当中 如果说不是在贵州的话 那么我的经验的话 可能在这个企业当中 可能需要一个月左右的一个学习期 那么我的资源这块的话 想要带过来的话 现在还是比较难的 因为我的大部分资源的话 都在贵州 实在话 来吧 各位企业家 根据第一环节 陈瑶的表现 做出你们的选择 好